104年度国际妇女节 幸福家庭幸福三部曲 继彰化县幸福妈妈协会 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14日上午在彰化市 接受生活艺文馆举行 彰化县长为民谷与夫人 刘慧如等人应邀与慧勉励 彰化县129万1000人 三年前是132万 一年都捡了8400人 这个数目是很可怕的 三年前132万 今年剩下129万1050人 那按照这个速度一直捡 捡到彰化县 已经会变成了老人县 而且是一个很穷的县 现在哪都招掉了 还少死化 所以我们面临很严峻的人口结构的变化 民进党注重老人福利 老人长期的照顾 老人的健康老人的生活 民进党更重视 是少死化国安的问题 那对于少死化的部分 我现在已经实施了 先一天保座三万 台北七十八千两万 台中七十万 还有台南六千 就没办法三万 会中由彰化县幸福妈妈协会 创会理事长 也是社会处长黄淑娟 交接给新任理事长吴军珍 并邀请县长夫人担任荣誉理事长 会中并有精彩的 《天儿小孩三三三》的话剧演出 以及台北大学王品教授与会演讲 幸福妈妈创立到现在已经是两年了 我们有七百多个会员 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读书会啊 然后互动品质公黄 包括我们做了非常爱心的活动 我们中秋节我们做月饼 然后送给身杖生独居老人 那中午节的时候呢 我们做了七千个种子 我们送给张望县所有的 独居老人身杖生 还有张忠张女的口征包高中 幸福重视各项妇女福利 在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方面 除了持续办理四驱妇佑 外籍配偶 以及单亲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外 也推行幸福生活卡等各种福利服务措施 此外也期待借由各项宣导活动及计划 提升促进妇女权益及性别平等意识 消除对性别的歧视 以建构全方照护全民幸福的社会福利政策蓝图 公益频道许世长张华采访报道